你去陪我 请不购 你想走 你这么多的 我便是 会 punished 在哪儿 这 我可 我还得有一个人 сд 我自己 是 在这儿 你 看到 不可以 这 这怎么睡 这 我把它解得松点 这样你就可以在地上睡了 地上 你放心 我会给你铺个被子 有劳你费心了 我俩这都啥关系了 还跟我客气呢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真替我小明担忧 我还没有看到 我阿滴平安回来呢 我可不能死 我先睡了 你人其实还挺好的 你这个朋友本不让我认下了 当了北硕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本不该让你卷下来的 阿兴公子 阿兴公子 你这身衣服 不如我先给你准备一套 干净的衣服 你先换洗一番 再去见你阿姐吧 我不要 我告诉你啊 我确实要让阿姐看看 你们北硕人 是 是怎么对我的 阿星公子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丢下你不管 只是事情比较紧急 我这不还留的部分 是必然来寻找你的 我跟你讲啊 你算我快解释 我是自己回来的 跟你们没有关系 九死一生 我差点就死了 我不给你解释 阿姐 阿姐 阿星公子 阿姐 阿星公子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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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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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对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伤怎么样了 没事了 你是不知道啊 这十几天我有多惨 前几日我中毒了 就在那山里里棍着爬 后几日我腿瘸了 我就拿拐杖走 阿姐 真的好冷啊 也没有吃的 阿姐 我真的 对不起 阿星 是阿姐没有照顾好你 没事 是他们给你配了解药吗 他们给我解的毒 才不是他们给我解的毒呢 他们一开始把我丢下了 要不是我的聪明才智 制取了女杀手 换回来解药 不然我遭死了 阿星公子 我都跟你解释一路了 并不是在下想丢掉你 只是着急回轻 你还解释 还解释 你还解释 我一讲 他们北说人就不能信 阿姐 我们走 阿姐 我们找阿星公子的时候 遇到了柔丰门的人 后来池原的官兵 将柔丰门的刺客下退了 只抓到两个 不过他们嘴里都藏了毒 自枪了 此次柔丰门 可算是倾巢而出 想必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他们竟然还有接亲使团 行径的路线图 不愧是江湖第一门啊 他们表面上是冲着和亲公主 实则是冲着本王 这背后主使 想必就是朝中之人 朝中之人 一眼就会被捣 我会捣 拥有刺客 我只是在乱 你不捣 你不捣 我捣 不捣 你不捣 你不捣 我捣 你不捣 我捣 不捣 你不捣 我捣 你不捣 你不捣 是 属下告退 阿姐 北寿的美食真好吃 心意 他们是不是对和亲公主挺好的 这可都是御膳哪 阿姐 你不会真想留在这儿 当什么和亲公主吧 我现在走不了 我要是现在走了 那北寿肯定会对冬鱼施加压力的 恐怕到时候会两国战起 那长姐的事不就穿帮了 对对对 还是阿姐你 私立周全 那是自然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这北寿的规矩奇怪得很 近期应该不会招我入宫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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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弟听说北王护送使团 回京路上遇到刺杀 使团死伤无数不说 那冬鱼公主也是九死一生 才来到了京城 据说在路上差点饿死 南王消息很是灵通啊 可是我也差点饿死在路上 怎么不见南王关心关心我呢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况且现在冬鱼长公主最为重要 北王应当以大局为重才是 皇兄 臣弟以为使团遇难一事 他北王难辞其咎 应该给他些责罚 以示警戒才对 正是因为以大局为重 所以我才在这里劝南王你啊 还是不要教皇兄做事的好 我这哪里是在教皇兄做事 我这是在为你请罪 周深渊 你少在这里挑唆 挑唆 这挑唆之人明明是南王你 怎么办 本王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回到上京城 就有人迫不及待地 将丫鬟送来毒害 毒害 也不知道是谁 皇兄 皇兄 臣弟认为 应该多多赏赐那冬鱼长公主 严抚路途中受到的惊吓才是 臣弟所言其事 使团遇害之事 朕也听说了 幸而那冬鱼公主性命无碍 也算是逢兄化吉了 冬鱼公主前来是为了和亲 两国结交秦境之好乃是喜事 既是喜事 那北王堪顾不周之罪 也就当免则免了 谢陛下 是恶疑 兄姊自民怎能这样 世事不可呀 你还在这儿吗 我怀战 也行啊 你还在这儿 公过怎可相抵呀 丞相回来了 丞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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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老臣着急回来报捷 陛下不会因此怪罪老臣 冲撞了圣架吧 丞相乃是公骨之臣 这次平定永州华变 更是劳苦功高 就算持剑上殿 也无什么不妥嘛 陛下 此次平定永州 丞相功不可没 不如陛下就效仿西川宣帝一般 特许朝中重臣 可携剑上殿 是啊 丞相有功是可以这样 刘侍郎说得也有道理 朕就 多谢陛下提续老臣 陛下 老臣听说 那冬鱼将他们的长公主送来 与我们北朔和亲 想成为我们北朔的后妃 这冬鱼乃是蛮蚁小国 他们的长公主 怎配做我北朔的后妃啊 这冬鱼乃是蛮蚁小国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对啊 小鱼乃是蛮蚁小国 黄叔的意思是要撕毁婚约 破坏两国结盟吗 黄侄啊 我 只是说冬鱼是蛮蚁小国 他们的长公主 不配成为我北朔的后妃 何时说过要撕毁婚约 又何时讲过要破坏两国结盟啊 黄叔有何想法 但说无妨 这冬鱼的长公主 毕竟是个公主 虽然配不上陛下 但是 配给我们的皇亲国戚 倒也相得益彰啊 丞相此言 虽然有礼 可如此安排 怕是安抚不了冬鱼啊 陛下请放心 这冬鱼塔西拉部落的特勤 我有些交情 他定能说服冬鱼的韩王 那 即便冬鱼韩王 愿意让公主下嫁 可我朝亲贵之中 又有何人 能与那冬鱼公主相配呢 我呀 臣弟愿为皇兄分忧 听说那冬鱼长公主 是冬鱼第一大媚人 那怎么这也得配我这个 北朔第一名词呢 这 皇叔有何高见 陛下 臣以为此次接亲 北王事劳苦功高 况且北王又从未婚配 不如将那冬鱼公主 取配给北王 陛下 你觉得呢 还是丞相深思处劣 臣弟怕是 无法与之相配 对 还是臣弟来 还是臣弟来 好了 此事就按丞相之意 将何欣公主赐予北王 择日完婚 好 谢陛下 我是兄长 三弟你不要当了北王 就忘了尊备 先来后倒是规矩 就是兄长也不可预许 周神远 你给我等着 这北王和南王每次上朝 无不针锋相对 陛下身体孱弱 膝下无子 若将来周家的江山 真落到这两个 顽固王爷的手中 那真是威蝇啊 幸而现在朝中 一切都还有丞相作臣 是啊 要靠他们 皇叔 皇叔 别来无恙啊 这许久不见 我的皇之真是 愈发的一季风发了啊 皇叔 皇叔 要恭喜你了 说起来啊 还得多谢皇叔提醒 才没能让那南王 抢了东鱼第一美人 那是皇侄自己英武不凡 才能平安地躲避凶险 顺利回京 保德美人归啊 好了 我走了 有些休门 皇爷 这怎么一息之间 就变成您取冬鱼公主了 自然是皇叔在推波助澜 那丞相 为何不让陛下取冬鱼公主 而让您取啊 难道丞相 是想把冬鱼势力送给您 丞相可没那么好心 想必他很快就要出手了 咱们的陛下呀 那可真是长大了 趁着本相平乱之际 竟与那冬鱼司机盟约 害得本相日夜兼程 逃死了三匹宝马 才阻止他封冬鱼公主为妃啊 丞相 陛下登基三年 朝堂上一直受制于我们 故在丞相离京后 便悄悄与冬鱼和谈 意图用和亲来得到冬鱼势力 撤着我们 陛下和冬鱼结亲 竟不惧与我们这帮老臣离心 陛下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啊 下官不明 丞相既然一直忌惮着北王 又何故将那冬鱼公主许配给她 这冬鱼公主若顺利嫁到北王府 那势必将冬鱼的势力拱手送于她 若那冬鱼公主不能顺利嫁到北王府 又恰巧死在了她府上 那她周时宇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对啊 丞相 妙啊 妙啊 这几日就差人赶紧把冬鱼的花草墙园 全部休息一下 对了 将冬鱼的几间上房 也都按照冬鱼的风貌样式 布置布置吧 王爷 您真的要娶那个假公主啊 无论真假 过了门就是真王妃 你早些适应吧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啊 是 阿史纳珠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滋闻冬鱼长公主阿史纳珠品行端庄 恭敬和顺 温良敦厚品貌出众 朕恭闻之甚悦 岁宇冬鱼结亲 今北王周时宇年已于若冠 是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长公主阿史纳珠 于北王周时宇堪称天造地设 朕应成人之美 可将阿史纳珠许配北王为王妃 于三月后北朔大庆之日完婚 一切礼仪交由礼部 与秦天剑共同操办了 钦此 阿姐 他们北朔也太不把我们冬鱼 当回事了 就这么改了婚约 这皇妃和王妃能一样吗 我看这北朔也太可笑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要是长姐在这里受了这些委屈 肯定不会和我们说的 幸好长姐离开了 不过这捷签的礼单上 倒是多给了冬鱼很多 金银财博和牛羊马匹 有了这些东西 想必冬鱼诸人 也不会多说什么了 冬鱼诸人不说什么 我还有话要说呢 我看这婚不结也罢 阿姐 这几天我都听说了 你要嫁来那北王也不是什么好人 逃 逃 逃 我试读 这北硕的院子呀 是挺精美的 可是跟我们那个大草原比起来 那可就差远了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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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公主 倩倩 公主 公主 我们找到你了 你不知道 我一安顿好长公主 我一安顿好长公主 我就起床来找你 可是 路途太远 冲突还遇到了刘敏 身上的亲爱被抢光了 我也挺不容易的 倩倩 我理解你 倩倩 倩倩 辛苦你了 来 我长姐她们怎么样了 阿神那珠公主和多尔特姐 已经在东宇的西北布鲁 安顿下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长姐终于可以嫁给自己 喜欢的人了 是啊 这些阿姐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二姐 我们三个人又团去了 是 那我们现在是 好 大好 小香香 小香香 来 真可爱 来啊 多吃点 姐姐哥来 我可是北烁第一美男 他周诗语凭什么跟我争 是是是 王爷英俊潇洒玉树林峰 与那东宇公主可堪相配 好看 可是当今圣上 凡事都听命于丞相大人 所以咱们还是得 与之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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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叔他老人家阴晴不定的 我可不敢招惹他 可还有其他办法 能让那东宇公主与我接亲啊 对 对 若是 王爷在北王和公主 成亲之前 提前与公主 哎 见了一些感情 让公主主动向陛下 提出与您成婚 哎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哎 这是个好办法 阿兴公子 阿兴公子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花蜇鹅膏 奶酪樱桃 酿汁鱼片 炙烤鸢 这些啊 可都是我们上京城 最有名的小吃 阿兴公子 定还没有尝过吧 你 你别以为你送我点吃的 我就能原谅你了啊 知道知道 不过阿兴公子 你这 是准备出去啊 没有啊 我就是收拾收拾屋子 本王子 本公子就是 喜欢干净 不行吗 行 行 是谁 是谁在偷吃毒食啊 阿姐 这个 都是林牧送过来的一些点心 我就想尝尝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 再给你送过去吧 真的吗 好 那属下先行告退 阿姐 都收拾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动神吗 现在还不行 咱们得计划好了再动神 免得打草惊蛇 嗯 阿姐 你说咱们来上京城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出去好好玩玩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叫封玉阁得很有名 你看 要不要带我出去见识见识 阿姐 带我去吧 带我去看看嘛 阿姐 那就去吧 哎 王爷 公主已经出府 终于等到了 按计划安排嘛 准了 是 春花 在 替本王更衣 本王要去做正事了 是 哎 你看 那个不错 哎 真好 小娘子如此美貌 陪大爷们玩玩可好啊 啊 快去找死 你的伤刚痊愈 就这几个小罗罗 我一个人对付足矣 小娘子如此可欠 让大爷们教教你怎么伺候别人 找死 住手 走 跟我上 你怎么回事啊 干嘛呢啊 你怎么回事啊 好好给你拔起来 这一箱子 这一箱子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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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别怕 有本公子在 他们不敢把你怎样 哇 公子 你武功可真是高强啊 那是当然 在下从小习武 在这上京城中 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么厉害啊 那本姑娘也向你讨两招 这不好吧 我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怎么能对姑娘动手呢 看招 阿姐 阿姐 别打了 一会儿你打死了 你个大笨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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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呼啊 公子 别哭 哎呀 我以为公子是个武林高手呢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这么不惊打啊 要不我陪你去趟医馆 然后再把你送回府 至于该赔多少 找本姑娘赵培武 对 他跟我提前 我们家公子还有钥匙在身上 你先回来 我送你吧 别跑别走啊 这北硕男子还真是奇怪啊 上一秒还热情得几 下一秒又生翻 我觉得呀 这北硕男子虚得很 没点工夫 还打算要英雄救美呢 我看他想着挺美的 别管他了 去封月阁 好 王毅 王毅 王毅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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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怒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还让我喜怒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春花区院下诚东学 在 在 加法伺候 是 我 我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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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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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不是王毅 啊 王毅喜怒 可爱 和我 王毅乃 秓人 南王府刚派人送来的 说是邀您到枫月阁一叙 不去 没空陪她唱戏 在下这就去回绝了她 王爷 王爷 汉月姑娘怕是要逃走 临走之际说是要去枫月阁逛一逛 文管家 王爷 不必回绝了 既然南王想玩 咱们就陪她玩玩 毕竟我们二人唱的戏码 宫中总有人爱看 是 今晚可是风月阁花魁献舞夜 已经许久没有见到苏念姑娘登台了 是啊 你看今天来看表演的客人 比往日足足多了一倍之多呀 男王脸上这伤 今日出门 不小心摔了一脚 但若只是摔跤 应该摔不成这样吧 若不是被狗撵着了 也摔不出来吧 那就当是 白天鱼恶犬吧 恶犬 有人骂我 有人骂我 不愧是有人在想你吧 不 绝对是有人骂我 算算算算 你看这儿 好扔哪儿 我们去看看 客官里面请 今日 可是我们花魁苏念姑娘 给大家献舞的日子 大家欢迎 苏念姑娘给大家献舞 看看 这边请 好 什么时候来啊 我们先进去吧 好 上去吧 有什么好酒好菜 都上了吧 好嘞 其实你那香口吃 客官 慢用 苏念姑娘来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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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字游胜从前啊 是吗 本王觉得寻常二 这跳得再好 肯定也比不上本王府上那几个 波斯女郎啊 哎 听完北王府上也有不少名 但这波斯女郎啊 肯定还没有吧 哎呀 在搜集美人这方面呢 本王是万不及你男王的 毕竟男王在这方面颇有心得 小王是笔之不及啊 哎 本王整日见的都是些顶级美人 看得都有些眷 也欣赏不出来他们的曼妙了 今日到这俗地看了些寻常滋责 倒也有些滋味 有些滋味 你还要做更多的 如果你还要反卖 你还要做更多 还是要做更多的 大家看得很快 谁 你们回来 我看得很快 你还不看得很快 你还不回来 我是不是 你还不回来 我是不是 你们还不回来 我不是什么 你还不回来 你还不回来 他就是那个恶毒的女杀手 你别丢人了 什么女杀手啊 不是阿姐 他就是当时在动语的女杀手 我能确定 你要再乱闹 我就让你回去了 好吧 倒酒 我一定要找到 你是恶毒女杀手的证明 好 把你对我的武术 侠被奉还给你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丞相交代的事情 下官定会尽心竭力 来 您看 办得不错 北王府的人没发现吧 王大人放心 我已经做了份假的账本 顶替了上去 保管一家乱真 好 来 王大人 我敬你 来 来 既然是北王府的把柄 那我一定要搞到手里 日后你只需按照吩咐办事 丞相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一切全靠王大人筹谋了 好说 好说 这美人长得是不错 可惜这舞姿差了点 来来来 赵大人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请 小美儿 被摔疼吧 没事 你看看 这种水平的舞技 竟然也入得风月阁 二位大人见谅 小女子第一次到风月阁谋生 第一次见到大人物 难免有些紧张 我这就叫我得力的姐妹来 好 好 好 去吧去吧 王大人 来 王大人 来 王大人 来来来来来 再尽你一遇来来来来 站住 请 你这虎妹梯子 休想在本夫人面前装蒜 夫君近日静往这风月阁跑 肯定是因为你这虎妹子够硬的 夫人 她怎么会天天往这儿跑呢 我 夫人 您是不是认错了呀 我今日是第一次演出 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 我夫君在这风月阁 早有想好的了 我知道 夫人怎么会三天两头地 不回家呢 肯定是因为你这样的虎妹子 所以她在天天往这儿跑的 你说 是不是你 真不是我 你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真不是 文宇 夫人 我真不认识沈家夫君 这才是我的相好 你怎么来了呀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说 你人长得倒挺俊俏 可是眼光不怎么样 如果这虎妹子是你的女人 请你把她管好了 不要随便把她放出来 勾引别人的夫君 你怎么说话呢 夫人慎也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们两情相悦 她又怎么会勾引其他人呢 就像风华 怎么不演了 演什么演啊 这么看着我干嘛啊 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 难怪让人误会 我我穿的怎么了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穿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个王爷呢 我这是 不是呢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还想问你来这做什么 你们本事说欺人太甚 竟然又让我嫁给那个 什么废物北王 我出来散散心不行啊 北王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管他怎么样呢 我要不要做这个北王妃 还不一定呢 你不会是想脚底抹油吧 我 我 陈公子 你怎么来了 百合 百合你别走 百合 我实在太想你了 所以忍不住来见你 陈公子当初一谎言相亲 怎还好意思 再来见我 我本是伤苦之人 不该欺你 我有关身在身的 男人 百合你听我说吗 今天早身份欺骗人家姑娘 不听不听 我不要听 百合 我真的错 别动了身份 我错了 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错了 你别不理我啊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你身材月籍 我知道你想嫁的 势必是官生之人 百合 虽然是月籍之人 嫁给官生 也确有令我脱急的机会 可你我知情 还比不过那扶云尔尔的身份地位 都说我不好 想我去了百合你对我的情意 原谅我这次吧 此后 我绝不会再欺瞒于你 月籍 真的 月籍是什么 真的 为什么月籍之日 想嫁官生 在北朔 百合就再也不要嫌疑了 若想要脱急 绝不会了 只有嫁给官生才可以 你们北朔这规矩 可真不怎么样 我过两日再来看你 也好 那你要尽快和陈老爷提我们的婚事啊 放心好了 我绝不负你 嗯 我们可以出去了 嗯 我 我腿麻了 好 好 你 呀 你 是 你 你等等我 你这个人真的是 这有的人想嫁嫁不了 有的人不想嫁还非得嫁 人各有命啊 我们今天就散了吧 江湖再见 你说这普通人婚嫁还能自己争取 说是皇上知道了东宇长公主 要抗昏逃跑 那事情就不同寻常了吧 怕是会大军压境 北硕更是会翻遍整个东宇 到时候能找出几个长公主就不知道了 这么严重吗 对了 我们公主府还缺些东西要出去采买 这往后啊 住的日子可就长了 得好好准备准备 你对这儿熟 带我们去吧 你又来凤月阁做什么呀 我是陪我们王爷过来啊 也就是你未来的夫君 北王 他也在这儿 在哪儿 我们打个招呼 北硕新人成婚之前不能见面 这是规矩 这又是什么破规矩啊 算了 我和宫中府了 你够有什么破练的婚离 你不认为你 要是要是要看到老公 这儿的婚离 是不是 这儿的婚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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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在婚离 那儿的婚离 你不认为你 这儿的婚离 我和宫都在婚离 你不认为你 这儿的婚离 你不认为我 当然 若你不用为兄操心 为兄也乐得自在 来 咱们兄弟干呗 多谢二位公子捧场 这次啊 让我们的花魁苏念姑娘 亲自陪你们饮酒 多谢苏念姑娘 怎么办 这苏念姑娘下次来跳舞 是什么时候 只要你们经常来 她就会经常出现在你们面前 阿湘 你干吗呢 怎么跟看仇人一样看人家姑娘 就是仇人 阿姐 我已经盯了她半天了 我确定 她就是那个 把我扔了两次的恶毒女杀手 杀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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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手吗 你杀手 这苏姑娘怎么可能是你杀手 公子怕是认错人了吧 小女子只是凤月阁的花魁娘子 那日你再马上驮了我那么久 你化石灰我都认识你 小女子实在不知公子在说什么 是啊公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们苏念姑娘可从未出过凤月阁 姑娘对不住啊 我家弟从小就有记不住人面貌的毛病 不记这毛病又烦了 若有冒犯 还请姑娘多多包涵 贵人言重了 许是小女子 长了一张寻常不过的脸 记不住 也是有的 是 不是 你 对不住啊 那苏念 就静儿为贵人一杯 之后 还望多多关照封月阁 这就是她 阿姐就是她 你说一个人怎么能有两个面貌 真是太会隐藏了 不愧是第一花魁 星亿 我看人家姑娘娇美柔弱 举止又优雅 和女杀手实在无法关联 阿姐 你不信我 我信 我们恢复吧 我不 我信 我信 我们恢复吧 你不信我 我倒是要看看 这狐狸什么时候露出尾巴 二位王爷 久等了 苏念姑娘 听说南王北王来了 特意欠来敬酒 苏念见过南王殿下 见过北王殿下 嗯 快快想起 苏念姑娘今夜真是 好 艳色无双 武姿 游胜从前哪 南王殿下谬赞了 苏念 来敬二位王爷一杯 哎呀 哎呀 果然 这美人还是更适合进去来观看 怎么在这个手术祸子 我可真是 这是上啊 还是不上啊 不是说好了以摔杯为号吗 走 快走 苏念 快跑 快走 走走 快走 哎 阿杰 你看 快走啊 哎 那女杀手真要先行啊 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不是 欣益 我们帮忙搜捕你 哎 别别别别 他肯定会武功 你不会还以为 他是那个女杀手吧 阿杰 你就看着吧 他一会儿定能轻轻松松 他用钱解决了 哎哎 他怎么过来了 求人为贵人救救苏念 姑娘放心 我们俩都会武功 保护你足以 多谢贵人 你不是会武功吗 找我们干嘛 你对他姑娘那么凶干嘛呀 你保护好他 我去去就来 啊 你别动 别跑 你 杨絮 这不是白天那个草包公子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 别 别 别过来 你们别浪漫啊 杨絮干什么 南王殿下真是好伸手啊 你就是那个女杀手 你别走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追杀这个草包公子的这些杀手 别过来 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但是没救命吧 算不算不样子就行了 你们是把他扯了吧 居然一直追我 快去快去 保护北王 对对 保护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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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不及了 你 怎么还来啊 你真是转护啊 好 保护南王殿下 这和我设计的 不要啊 文宇 我来救你了 我 我 我 你 一 二 安静 你干什么呢 快跟我走 小王子 我 他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逃不逃啊 不逃了 不 不逃了 那个护送我回来的文宇 他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这年纪轻轻的确实可惜了 不过这跟我们逃不逃 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明白 他本来不用死的 我要是跟他一起死 他就可以活过来了 哎呀 公主 这人死不能复生的 怎么能活过来呢 不对 别人不可以 他可以 不是他可以 是我们俩在一起就可以 哎 算了 不管了 我要去趟北望府 公主 现在是深夜 去北望府找一兵狼匠 这实在不妥 若是公主真的相见文宇 不如等到明日 以准王妃的身份 去向北望府瞎拜帖 就说 拜访北望 可是这北朔仙人成婚之前 不得相见 北王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哎 阿姐 啊 阿姐 凭什么咱们东宇人 要说北朔的理解啊 说得也是啊 现在最要紧的是 看看文宇怎么样了 其他的也顾不上了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拜天 文宇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王爷 王爷 让你受伤是我的失职 我再不可恕啊 王爷 王爷 我还没死呢 行了 这事不怪你 对了 王爷 对了 王爷 东宇那边传回消息 我还没来得及跟您禀告呢 说 探子说 这 这东宇 除了有一位长公主之外 还有一位小公主 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月子 叫 叫阿史纳月令 听闻这个小公主 从小自由散门惯了 如今刚好不在这王庭当中 哦 对了 王爷 还有更巧的是 这个小公主还有一个弟弟 叫星义 说是东宇最小的王子 月令 阿月 星义 阿仙 原来如此 好一场大戏 所以我们都被这对姐弟给诃骗了 怪不得他们会助那东宇掌控住逃跑 密切关注东宇的情况 切记不可将此事透露给任何人 那是两国联姻 从长公主变成小公主 我们就这么算了 反正是联姻 谁都一样 以大局为重 提醒她 呀 子仲 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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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 老爷 你 老爷 你是不是伤到哪儿了 您可不能有事啊 这 你 伤着 你就盼着本王伤着呢是吧 我伤着倒好了 至少能嫁祸给他周时宇 坐视他谋反师兄之罪 结果呢 偏偏他替我挡了刀 现在这事都传到黄兄耳中了 他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那您到底是想伤还是不想受伤 我当然 算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出的什么狗屁苦肉鸡 一点又没有 真是个猪头 确实 是是是 都是小梁武当 哪能跟 小香香相提应论 实在是有语助了 你还想考我的小香香 不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快 给我家法伺候 是 不是不是这意思 笑笑笑 我想 我这辈子最爱吃烤肉猪的人 不怕 不怕 给我挠死他 好 不是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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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做得不错 放大北王和南王之间的矛盾 让兄弟二人不和 便可掣肘小皇帝 为丞相分忧是卑职分内之事 蒙圣上赐婚 实乃诸儿之幸 听闻北王殿下 鹦鹉不凡 人品贵重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诸儿望求见之 以权相思之意 仰慕之情 遂求入府拜访 叨扰之处 望亮之 小公主文笔实在 脚下 你确定她就是东宇小公主 阿史纳约令 确定 属下再三确认过了 王爷 那这小公主 我们是见还是不见啊 按照规矩来说 新人成婚之前 是不可以见面的 不见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就让本王能见到她 而她见不到本王 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请 不知这北王府 可有位名坏文宇的大人 他今日是否在府中 文宇 正是在下啊 虽与王爷名讳中 宇字有冲撞 但王爷说不碍事 您是文宇 可我认识的文宇 是个年轻的冰浪将 竟然还有跟我重名之人 不过我家王爷身边 能干之才比比皆是 老朽也并非全部认得 你们北王府的院子 还真是精美啊 那是自然 我家北王殿下 是先皇的嫡子 又是当今圣上的胞弟 还有什么世间好物 是不可得的呢 来 这边请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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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这边 这边 过来啊 抓不着 小心 哪儿啊 这边 美人阁 这里是供谁居住的呀 姑娘好眼光 这美人阁中的姑娘 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这美人阁中的姑娘 也都是从各地进县的美女 我家王爷说了 待她娶妻之后 才会将阁中的姑娘 一并收入房中 这也算是 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这个北王 早早就建好了 金屋藏郊之地 竟然还说 这是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真是不是廉恥 这边请 王爷 冬雨长公主来了 嗯 听说 长公主仰慕于我 北说新人成婚之前 不允许见面 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吗 所以王爷 才隔着沙莲相见 你不守规矩 传出去被笑话的人 可是我 长公主 这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你们北说 有北说的规矩 我们冬雨 自然也有冬雨的规矩 在北说不能相见 在我们冬雨 却并非如此 如有不妥 还请王爷海涵 长公主竟和传言 说得不一样 如此伶牙俐齿 本王忙于公务 没有心思 关心长公主 以后如有任何需要 直接差人 跟王府的管家说便是 我想向王爷求一个人 王爷应该会英语吧 公主所求何人呢 文语 不是管家文语 是冰廊酱文语 公主 公主 为何要求这文语小将啊 好 我有一个侍女叫阿月 在来北说的路上 颇得文语的照顾 于是她就心悦于她 昨日那位侍女偶然听说 文语在凤月阁遇刺了 就特别担心她 才拜托我来打听一番 王爷可知道 文语的情况如何 长公主如此着急 那看来不是阿月姑娘 心悦于她 而是长公主心悦于她吧 自然是阿月 我这不是替她着急吗 你告诉阿月姑娘 忘了文语吧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死了 公主 小心 这人死不能复生 情慕上了身子 是我害死了她 不是的不是的 去跟我买个火盘吧 好 我走 说什么侍女 不就是你自己吗 王爷 您刚刚跟公主说什么了 我看她精神恍惚的 连路都走不稳 我都怕她撞到柱子上了 没什么 也不知道该给你烧些什么 这些金银财帛 你随便画 还有这些环飞燕寿的美人 你就挑一个 当你的娘子吧 你的玉佩 你也没给我留下 我的这个 我就给你戴上 你要是在那边 遇到了什么不测 说不定还能帮上你 你是舍不得玉佩 还是舍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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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宇 你 你要是心又不甘 你就去找那些害你性命的人 我 我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给你烧 我给你烧 我给你烧 我给你烧纸钱 我 我都给你烧 我都给你烧 还有这些 这些美人 你随便挑一个 你喜欢哪个 我就给你烧哪个 环飞燕寿有何异曲 我就要你 你烧